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扬帆起航 踏上伟大的征程 怀揣着雄心壮志 帕克太阳探测器的目标是与太像进行前所未有的亲密接触 深入日缅对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大火球 展开深入探测 因此 帕克太阳探测器在江湖上赢得了触摸太阳的勇士的光荣称号 在最初的时间段里 仅用了10天 帕克太阳探测器就完成了首次飞锐太阳任务 从太阳外层大气日缅穿越而过 近日点距离太阳表面约2480万千米 实现与太阳出相会 在此期间 帕克太阳探测器施展浑身解数 开启四套先进的科学设备采集数据 由于受到太阳的强烈干扰 帕克太阳探测器在飞掠太阳的过程中被迫中断与地球的联系 几周之后才开始将数据传回地球 目前这批宝贵的数据正逐渐流入科学家手中 并且NASA给公布了帕克太阳探测器与太阳出相会期间拍摄的一张惊人图像 据介绍 这张图像拍摄于2018年11月8号 当时帕克太阳探测器距离太阳表面约2720万千米 图中一束日缅流线 清晰可见 日缅流线下方的那个亮点正是水星 旁边的几个岸班则是背景矫正的结果 自从发射以来 人们都对这颗打破航天器 接受恒星最近距离的探测器有着足够高的期待值 但没想到这个2018年的探测器 一次次的重大突破 还是让天文学家们惊叹不已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太阳探测器项目的科学家 努尔·拉乌菲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我们从帕克太阳探测器的仪器上获得的数据 向我们显示了太阳结构的细节 和我们从未见过的太阳活动过程 在太阳附近飞行是很危险的 而且这是获取这些数据的唯一方法 但是这艘飞船是可以胜任的 帕克太阳探测器初始数据下降 四个相关的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研究者们展示了探测器 在最初两次接触太阳时收集的数据 这一分析揭示了太阳风缓慢而难以捉摸的来源 并揭示了磁场的改变如何加速太阳风 在2018年底 2019年3月和4月 这两个数据被收集起来 当时飞船离太阳大约有0.25天文单位 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约为一个天文单位 约为9300万英里 因此探测器距离太阳2325万英里 这距离看起来很远 但它却是目前离太阳最近的人造天体 研究者们关注了探测器对太阳等离子体的观察 发现当太阳磁场反转时 太阳风离开太阳核心时速度是加快的 并且通过观察太阳发出的高能离子和电子 发现它们更接近太阳大气层的最外层 含量更高 这些粒子被日免本身突然爆发的辐射或等离子体所加速 单单揭示太阳风与磁场的秘密还不算完 帕克号甚至观测到了太阳的心声 在2020年9月15号举办的一场媒体活动中 美国宇航局NASA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专家 讨论了他们对新一轮太阳活动周期的分析与预测 以及未来空间天气对地球上的生活与技术 太空中的宇航员的影响 专家小组宣布太阳极小期出现在2019年12月 这意味着我们的太阳现在已经进入第一轮周期 即第25周期 由于太阳活动变化无常 因此需要事后数个月的观测与分析 才能确定这一现实 据科学家预测 太阳活动将不断变活跃 于2025年7月达到第25周期的最大值 第24周期中处于极大气和极小气太阳 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2019年12月是太阳活动第24周期的结束 也是第25周期的开始 此后太阳活动将不断变活跃 直到2025年达到最大值 通俗点来说就是我们的太阳又复苏了 太阳活动周期是人类根据长期观测 总结出来的一种规律 太阳活动大约以11年为周期不断变化 从低迷的极小气到活跃的极大气 再到低迷的极小气 如此往复循环 太阳黑子和太阳药斑 是平碳太阳活动的重要指标 当太阳活动处于极大气时 黑子和药斑频发 反之亦然 天文学家将1755年到1766年的太阳活动周期 定为第一周期 2019年12月 太阳活动结束了第24周期 进入第25周期 那么问题来了 太阳活动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太阳活动变化并不会导致太阳浮照 度出现明显变化 因此 单周期内不会对地球气候造成直接性影响 统计学上的研究显示 地球气候与太阳活动的关联是世纪性的 实际上 太阳活动变化的影响更直接地表现在空间天气上 当太阳活动变活跃时 太阳黑子和药斑也随之增加 猛烈的太阳风暴向地球袭来 不仅会催生绚丽的极光 还会对人类的电力和通讯设施 以及太空中的宇航员造成负面影响 比如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 大约发生在太阳活动第十周期 这是一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 几乎催生了全球性激光 同时导致电报系统失效 引发一些电报塔架和电报机着火 所以研究太阳活动周期 是对空间天气预报而言至关重要 科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空间天气预测模型 希望有朝一日能像预报地球天气一样 预报空间天气 美国国家海洋核大气管理局 NOAA空间天气预报中心的太阳物理学家 道格比赛克表示 太阳活动第25周期的整体强度 预计与上一轮周期一样 将低于平均水平 但也并非没有风险 当然在宇宙面前 人类只不过是好奇而无知的孩子 对于太阳以及太阳活动周期 还有大量谜团等待解决 帕克太阳探测器的作用还可以更大 科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尝试了解太阳磁力周期为11年 太阳南北向的磁场即基本上会有一个交换点 观察显示在太阳周期的末尾 太阳活动会增加 更多的高能量药斑和辐射将被发射到宇宙中 我们称之为太阳风 以往关于太阳风的研究都是在距离太阳很远的地方进行的 按帕克太阳探测器的轨道将越来越靠近太阳 并最终离太阳表面400万英里之远 这将为太阳活动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细节 这款微型探测器携带了许多仪器 用于太阳风粒子磁场 太阳射电辐射和日缅结构的测量 科学家们希望通过更好的观察日缅 能够解开太阳的另一个最大秘密 它们已经为日缅的极端温度困扰了多年 日缅温度可以高达100万摄氏度 而太阳表面温度则低了5700摄氏度 太阳能探测一任务 也将帮助科学家更准确地预测太空天气 太空天气指的是太阳风和太阳日缅物质的喷射 两者都对卫星有直接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太空飞行活动的影响 为了避免我们的科学仪器遭到打击 科学家们希望通过更准确的测量 构成太空天气的成分 建立更好的天气预报模型 以预测太阳是否会有异常辐射 该探测器现在处于距离太阳表面 1500万英里的第三轨道上 由于剩余21颗背心离太阳越来越近 如果这些新的数据能够被用作基础 我们将会有更多令人兴奋的发现 那么小伙伴们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